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真人真是改编而成的电影 猫鼠游戏 Frank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他的父亲阿巴格诺 是新罗希尔弗伦社的终身会员 母亲温柔而且美貌 Frank非常崇拜事业有成的父亲 但是好景不长 阿巴格的商店因为偷税被政府查处 名声扫地 他向大通曼哈顿银行求助贷款被拒绝了 于是Frank家破产了 他们不得不出售汽车卖掉房子 搬到了一家小小的公寓里 但是他的父亲仍然非常乐观 从富到贫穷让Frank有些不适应 他转学到贝拉明捷飞训高中 第一天上学 Frank在学校里受到了布拉德的欺凌 但是他并没有示弱 Frank将计就计假装是代课老师 他让布拉德在全班面前朗读课文 布拉德结结巴巴地朗读 让其他学生哈哈大笑 他还赶走了戴克老师 格拉瑟太太 Frank精湛的演技骗过了所有人 Frank假扮戴克老师长达一周之久 他不仅给学生授课 布置作业 甚至还开了家长会 但是这仅仅是开端 Frank非常聪明 他只需要轻轻一瞥 就能够看出来请假条的真假 他也懂得如何取得别人的信任 有一次 Frank在回家的时候 撞见了妈妈和弗伦社会员杰克在一起 尽管杰克和妈妈极力伪装 这是一次普通的拜访 但是Frank一眼就看出了异常 过于经济压力 很快Frank的父母离婚了 他们要Frank自己做出选择 在离婚之后要跟着谁 从幸福温馨的家庭到支离破碎 Frank崩溃了 他谁也没有选 他选择了离家出走 离开让他伤心的家 可是他身无分纹 他只能在美国大通银行的死账户上开支票 可是很快就被酒店的工作人员识破 半夜被人赶了出来 于是Frank开始伪造支票 去其他银行支票套现 不管他怎样巧声如簧 没有一家银行答应让他套现 正当他陷入绝境之际 他看到了飞行员的风光生活 他下定决心要当一个飞行员 于是Frank假装成了莫罗高中的校报记者 他去采访泛美航空的摩根先生 Frank趁机弄清楚了所有关于飞行员的常识 凭借着从摩根先生这里得到的联邦航空局的执照 以及一套保利来公司正规飞行员制服 但是他仍然没有钱 于是他开始伪造薪水支票 他买来了大量的飞机模型 将其泡水后取下了飞机尾翼的纸质logo 再贴到伪造的支票上 他去银行兑现支票的时候 总是会挑好看的女性下手 然后巧舌如簧的称赞对面美丽 对方因此分心 没有仔细检查工薪支票 这一次成功之后 Frank因此批量制造了一批工薪支票 第一次上飞机的Frank很是紧张 但是良好的外形以及谈吐优雅 很快就得到了其他机组人员的信任 甚至很快就勾搭上了一位漂亮的空姐 但是Frank仍然不满足 他需要更加高超的伪造技术 他挑选了一名花痴银行前台 在Frank的友谊询问之下 前台将支票的相关知识全部都告诉了他 他在拍卖行上买到了银行废弃的磁性墨迹识别机 于是他可以制造以假乱真的假支票 有了钱之后 Frank还给父亲买了一辆跑车 父亲拒绝了 因为他仍然被税务局盯上 而且父亲还没有忘记前妻 想起这一切 父亲非常的伤心 但是聪明的父亲似乎识破了Frank的伎俩 凑在他耳边小声地说道 其他人都是笨蛋 但是Frank过于平凡地伪造支票 引起了银行诈骗科的注意 卡尔就是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官 Frank修改支票底部的号码 然后趁假支票还在国内流通的时候 无限制地支取现金 这就是他赖以生存的办法 卡尔一直在调查这起伪造支票案 他蹦巧来到了Frank居住的酒店里 知道了Frank现在就住在201 卡尔决定实施抓捕 他闯进了201 Frank正好在厕所内 Frank从厕所里走出来之后 镇定自若 他声称自己叫巴里艾伦 来自美国联邦情报局 他说嫌疑犯已经被同事带走 还镇定地将自己的钱包交给卡尔 这精湛的演技骗过了卡尔 Frank从容不迫地把打字机跟支票拿走 等到卡尔想到检查Frank的证件的时候 他早就逃之夭夭了 卡尔的第一次抓捕宣告失败 而且Frank的倒飞事件已经登上报 他被称为空中杰姆斯邦德 也许是因为孤独 平安夜里Frank打电话给卡尔 Frank打电话只不过是想聊聊 事实上Frank非常孤独 他没有朋友 与此同时 卡尔并没有放弃抓捕他 在咖啡厅内 他弄清楚了巴黎艾伦 只不过是一本喜剧书的角色 所以嫌疑犯很有可能是一个孩子 于是卡尔就开始彻底调查 纽约市所有离家出走的孩子 终于在Frank妈妈的就年相册中 找到了Frank的真实身份 迄今为止 Frank已经通过伪造支票 透支了130万美元 以此无然机会 他遇到了一位犯错的实习护士布兰达 不知为何Frank萌生了做一名医生的想法 他伪造自己的简历 哈佛医学院的优秀毕业生 还曾经在南加州儿童医院任职 如此优秀的履历 让Frank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夜班主治医师 与此同时 卡尔在去Frank父亲家拜访的时候 在父子俩来往的信上发现了Frank现在的地址 而此时Frank跟布兰达相爱了 但是布兰达以前度过胎 他的父母因此把他赶出了家门 Frank为了让布兰达重新回到家中 表示要和布兰达订婚 布兰达的父母对于Frank非常满意 又是医生又是律师的女婿可不好找 Frank谎称自己在伯克利读过法律 没想到布兰达的爸爸恰好就在那里读过大学 布兰达的父亲决定让Frank担任自己的检察官助理 卡尔来到了信上的地址 但是Frank早就已经搬走了 他又来到了Frank上班的医院 Frank现在正在布兰达的父亲这里 之后Frank参加了司法考试 并且顺利拿到了律师资格证 当上了布兰达父亲的检察官助理 事实上Frank在这里非常开心 享受到了久违的家庭幸福感 就像以前他的家庭一样 之后Frank再次找到父亲 他将和布兰达订婚的喜讯告诉了父亲 他想要父亲带着母亲一起参加订婚舞会 父亲告诉Frank 他的妈妈已经跟杰克结婚了 Frank非常难过 他失望地离开了酒吧 平安夜里 Frank再次打电话给了卡尔 他说想要结束这一切 他想要安顿下来 想要结婚 Frank想要卡尔不再追究自己的责任 但是此时 Frank已经用假支票透支了将近400万美元 卡尔说这是他的工作 所以他拒绝了Frank的休战请求 卡尔知道Frank不能改名字 因为只要改名字 他就会失去一切 布兰达艾德只是Frank的虚假身份 在Frank订婚舞会上 卡尔带着手下追查上了门 Frank只能选择逃避 他让布兰达在两天之后 去迈阿密国际机场找他 两天之后 布兰达如期而至 但是Frank却发现 布兰达周围有很多FBI的变异警察 布兰达背叛了他 Frank只能离开机场 机场现在到处都是警察 Frank无法离开 很快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Frank假装自己是泛美航空公司前来的招聘员 他通知了当地的大学 告诉他们自己将选出八位女性 参加泛美航空公司的空姐培训计划 并且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全欧公关旅行 第二天 Frank带着八位美丽的假空姐 一起进入机场 与此同时 一名司机穿着飞行员制服 开着豪车 在机场门口负责吸引警方的注意力 卡尔冲出机场抓捕了这个司机 Frank顺利地登上飞机逃着夭夭 七个月之后 警察在多个地区 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伪造支票 包括南美洲 澳大利亚 新加坡 以及埃及 卡尔离Frank越来越远了 他似乎再也没有可能抓到Frank 为此卡尔找到了印刷厂 他们说 这些已假乱真的支票来自法国 卡尔记得Frank的母亲来自法国小村庄曼莎 而Frank很有可能就在那里 卡尔独自一个人来到了曼莎 果然在一家废弃的印刷厂 他找到了Frank 这一天恰好是平安夜 Frank起初还想蒙混过关 但是这次没有给他逃脱的机会了 Frank被法国警察抓住 时间回到现在 卡尔正在将Frank引渡回美国 卡尔非常疑惑 Frank是怎么骗过司法考试 但是Frank并没有说 Frank还想在飞机落地之后和父亲联系一下 可是卡尔告诉Frank他的父亲已经死了 Frank悲痛欲绝 他想要去厕所平复一下心情 可是他在厕所里待的时间太久了 卡尔觉得情况好像不对劲 等他们闯进来的时候 发现Frank居然在厕所里消失了 原来Frank拆掉了厕所底座 然后钻了进去 等到飞机快着陆后 他从飞机的下方逃走了 但是这次Frank并没有去其他地方 而是去了母亲的家 原来母亲和杰克已经生下了一个女儿 他们生活得很快乐 这个时候 一群警车开到了这里 Frank双手挤起 束手就擒 对于Frank所犯下的罪行 法院判处他12年的有期徒刑 并且对他进行隔离监管 在Frank的复兴期间 卡尔来看望过他 卡尔正在追捕另外一名造假支票的罪犯 他拿出一张假支票给Frank看 Frank一眼就看出了造假支票人的身份 是一名银行出纳 卡尔意识到Frank可以帮助他很大的忙 不久之后 卡尔带着银行诈骗科长官对他进行考验 Frank轻松识别了这些假支票 对于假支票的识别 让他获得了一个出狱的机会 FBI让他到联邦调查局 支票诈骗科工作 有卡尔对他进行监护 但是Frank并不安于现状 他想要自由 到了星期五 Frank提前试探卡尔周末会去干什么 得知卡尔周末会出远门时 Frank的坏心思又起来了 他想要再次逃跑 卡尔提前在飞机通道口追到了Frank 但是他并没有将他带回去 他想要Frank在星期一回到FBI正常工作 可是直到上午10点12分 Frank还是没有报到 卡尔心里也没有底儿 不知道Frank会不会回来 正当卡尔在检查新型假支票时 Frank信守承诺回到了FBI 简单的检查 Frank就判断 这张假支票是从邮箱里偷的 嫌疑人犯洗掉原主人换成自己的名字 然后进行套现 同时他告诉卡尔一直想要知道问题的答案 当初Frank在通过司法考试的时候 根本没有作弊 他仅仅自学了两周 就通过了律师考试 这部电影来自于Frank的自传 有本事来抓我吧 一个诈骗犯令人惊异的真实故事 Frank现在是世界上 银行诈骗和伪造案的权威人士之一 他也设计了很多安全的支票 现在世界上的银行和500大财团 每天正在使用 这些公司每年会给Frank支付数百万美元 谢当然 谢对